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正宇 今天是2024年4月11日 星期四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有關網上熱話之一 莫過於有個人話說用2元的長者乘車優惠斷得正一正 結果被人拍照公審 不過相關公審反而掀起新一輪的熱議 網友的意見兩極 為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大家知道這些濫用2元乘車優惠不應該 一來影響大家使用的長者2元乘車優惠令到危危苦 另邊商也在討論的長者2元乘車優惠將會檢討 最新的熱話如何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邊商也討論今早的各大消息 據報今早大角咀的縱然花園有長火 當中有人被困 我看來最近的火災情況特別嚴重 和各位一起了解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說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年輕人搭港鐵用2元優惠票斷正 職員立即這樣做 遭到影響公審反而掀起爭議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說港鐵年輕人用2元優惠票斷正 的照片在日前4月7日開始 在本港網絡流傳 指港鐵將軍澳站內 有個年輕高大的男生用了2元優惠票 剛好遇到港鐵查票組織員 被捉斷得正一正 從照片看到 當時天色昏暗 港鐵將軍澳站內的閘內 有平頭裝 穿著黑色上衣和短褲的男生 被兩個港鐵職員包圍攔截 雙方似乎正在理論 而港鐵職員搜捕有動作 有轉載照片的藍網民直輯 牛高馬大用2元乘車優惠 又沒有自尊 照片印尼網友關注 不少人批評男生 違規使用2元乘車優惠的行為 說他貪置得過貧 亦說真是養衰 大人大姐2元雞 很便宜 亦有網民認為 不能單憑照片落判斷 說可能有雙殘津貼 可能用到2元 亦說有些病 照醫生寫證明和寫紙 都可以申請雙殘津貼2元乘車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近日的網絡熱話之一 話說網絡瘋傳一張照片 有一個年輕高大的男生 被質疑用2元乘車優惠 斷正被人查票 至少是上載照片的網民這樣說 但相關照片就惹來兩極的評語 因為有網友說只看照片不知甚麼事 另一邊商就說 是這麼壞的 這樣用2元 結果相關熱話繼續在網上爭論 未知港鐵會不會有回應 又或者交代一下數字 究竟有多少人會濫用2元乘車優惠 這個和我們希望能夠留住 長者2元乘車優惠的意向也很重要 近日的礦仔說 這麼多地方可以省錢 何必只要動長者呢 令B商越來越多這類 使用2元乘車的熱話 有些像真有些像假 亦都在干擾未來的長者2元乘車優惠的檢討 近日的礦仔說 若然真的有濫用就嚴懲 若然真的有誤會就不該澄清他 另外亦都說說今早的各大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大角咀仲然花園起火 女住戶一度被困 半百人急急逃命 報道機內文提到 大角咀發生火警 在今天4月11日清晨6時07分 通州街28號仲然花園 二座的一個單位無煙起火 消防到場 出動一條喉一隊煙武隊灌救 到6時40分將火救昔 救出起火單位的女護主 她面部分黑 由救護員初步治理過後送院 火警中約60人需要疏散 部分人用毛巾掩避 以免逃生時吸入濃煙 現場消息說懷疑是單位的爐頭首先起火 送院庫治當中 近期火警情況特別嚴重 希望各位網友多加小心留意火種 亦辛苦消防員疲於奔命 另外亦跟進左敦道華峰大廈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左敦道華峰大廈三級火 多人獲准上樓拿個人物品 女住客不舒服要送院 報道幾內文提到 左敦華峰大廈昨天上午 即4月10日發生三級火 造成5人死亡 40人受傷 送院傷者當中 已有17人出院 其餘23人繼續留意 包括一名未滿一歲的女嬰 截至昨晚10時 醫管局最新指 其中8人危殆 3人情況嚴重 華峰大廈有多間賓館經營 所有租客事後離開 留下大批行李 有賓館負責人等待人員指示 希望早日解封 通知租客取回行李 亦有女住客本身有心臟病 及血壓高 等待期間感到不適 需要送院自你 由於多人等待 警員陪同他們上樓取回個人物品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現場多人獲准 上樓取回自己的個人物品 但當中有女住客等待期間 都不適送到醫院 基本上經過連日來的折騰 身體都會比較虛弱 另外有更多資料曝光 有關華峰大廈 據報他們有劏房租盤 只要50呎 設有多張樓架床 床位月租多少錢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當中有區議員說 華峰大廈大約有100個劏房 還有30多個持牌賓館 業權分散 導致管理問題複雜 業主立案發團運作困難 促清政府盡快修訂建築物條例 取替劏房 有不少業主在租樓網頁上放租華峰大廈的劏房單位 根據其中一個放租的貼文當中顯示 一個宣稱實用面積50平方尺的低層劏房 租金已經包含WiFi、管理費和水電 但房間內設有多張樓架床 廁所設有兩個洗手盤、兩個浴室 每個床位月租1,700元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華峰大廈多個賓館、多個劏房 未知會否形成多人死傷的火警原因之一 另邊商記者有聯絡過相關那個放租人 不過對方已經關了手機 另外亦講講其他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日前張君奧有個65歲的老婦人疑似吃餅乾 昏迷,然衣10小時後不治 報道機內文提到張君奧一位60多歲的老婦人進食 近後後不治 日前4月9日早上約8時 居民65歲姓鐘的老婦人 在張君奧的浩明縣 家中吃餅乾的時間 懷疑是近後的 警方及救護人員接報到場 老婦人當時已陷入昏迷 於是送院搶救 可惜延至同日傍晚6時11分 終告不治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怨死者安息 亦希望各位老人家老友記吃東西慢慢來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曠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大時事消息 這段時間火警火災特別多 辛苦消防員疲於奔命 令編商亦見證了人性光輝 昨天的那場火 有休班文安隊成員 和地盤工人協助救人 這種互相扶持的精神 在這段時間是最重要的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